眼看刑警包围 灵性男子让远景戴上了手铐 乖乖就带 他涉嫌交错手下殴打 位在西门町的豪华数位影城执行长蔡震宏 去年9月 几名黑衣人埋伏在台北市中华路附近 一堵到被害人一阵狂殴之后 马上拔腿就跑 路口监视器画面拍到了 四名黑衣人落跑的画面 打人过程不到30秒 被打的蔡震宏 鼻梁缝了十几针 还差点失明 教授手下先后三次 去台北市区 要攻击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某家 戏院的老板 左眼视网膜出血 臘鼻骨骨折身体多处受伤 目前被害人左眼因此接近失明 走路都需要人参扶 下手这么重 警方调查指向 因为蔡震宏在戏院的网页上 公布票房数据 揭开戏院谎报票房 垄断售票利益的黑幕 其他同意认为是在党人裁路 才会找上了绰号豆浆的灵性嫌犯 是竹联邦和堂成员 涉及教售殴打影城老板蔡震宏 之前还恐吓科技公司 甚至向艺人追战 被害人下车的时候过去殴打被害人 除了殴打被害人之外 还甩被害人巴掌用脚踹被害人多次 据调查显示 可能是因为蔡震宏被害人 疑似党人裁路 那幕后有人买胸来教训他 影城老板疑似因党人裁路 遭买胸报复 警方依组织犯罪及重伤害等罪嫌 将绰号豆浆为首的灵性男子等人 移送法办 东三新闻夜艳生肖光志台中报道